已经三年了 妈妈每天看到女儿的遗物 依旧泪流满面 酒驾车祸 夺走女儿性命 也撞断妈妈的脚 她每天都还梦见女儿 向她求助 你要等我 等我再一次 再一次让你的妈咪好不好 2014年5月 30岁陈兴兰子酒驾 撞上骑机车三天 等红灯的母子三人 15岁女儿陈诗云 炉内出血伤重不治 妈妈感叹 女儿生前是自忧生 也被一场车祸 撞碎当女检察官的梦想 她说她要为被害人申冤 所以她从国医 就立志当检察官 可是那个人 把她说的梦全部砸碎了 日前台中市接连发生 宾市酒驾撞死人事件 又勾起妈妈心中的痛 台中市历年酒驾肇事 从上千件降到目前 一年六百多件 尽管逐年下降 但身为一个悲痛的母亲 她说肇事数字 应该是零才对 还写了一封长长的信 给市长林佳龙 希望别再让酒驾悲剧重演 你行期订在那边 天花板在十年 为什么你当一个天花板就十年 为什么我们这么多罪加起来 你只判八脸 而且执行八脸而已 凭什么 为什么 虽然说事故还是不断的在发生 但是警方一定会尽我们的权利 来对于酒驾车 采取玲珑的手段 穿着印有女儿照片的衣服 妈妈决定站出来 大声疾呼防治酒驾 别再有下一个心碎的母亲 记得廉家勤黄总盈台中报导